自己私生活不检点 却怪大陆戒选 最近民进党明代参选人罗志正 被曝布亚斯密片外流 事发后 这位大哥并没有对自己 占用公共资源感到抱歉 而是第一时间称 片子是伪造 并以被害人身份向检调告发 更有甚者 他和他身后的赖清德 十分默契地将这一件事 归咎于大陆介入台湾选举 他是这个影片的受害 那由这一个事件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介入这场选举 是无所不用其机 可没过几天 装出自己是受害者的罗志正 再次被曝光了 另外二十条高质量的不雅视频 据说 这些合拍偷拍片中 能清清楚楚完完全全 看到他的脸 与此同时 影片的鉴定结果也出来了 只不过检方给出的回应是 据本人同意才能够公布 这件事情不是影响你吗 你不是希望 斗落实处 你不是希望海水退了 看到你是有穿裤子的吗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不赞成公开呢 可是鲜北剪的这个答案 其实就是一种答案了 你知道有一种答案叫做 不好说 不变说 不能说 土牙影片风波还在延烧 疑似罗志正与蔡英文的一段 私下对话录音 又在网络上流传开来 他们在聊什么呢 风水 罗志正不愧是蔡英文的爱将 长达41分钟的录音 一半以上的内容 是他要请大师帮蔡英文转运 他不厌其烦的向蔡英文介绍 大师写的牵诗内容 对蔡英文的家世风水 为人处事 为政风格 甚至身心健康 都进行了全方位指导 让网友叹服 民地党还真是不问苍生 问大师 偷拍偷露事件曝光后 罗志正发出了一条龙见血的悲情控诉 可谁又买他的账呢 就在10号 又一段录音出现了 这次的主角是苏贞昌 十几分钟的对话 涉及时围台行政机构负责人的苏贞昌 想邀请罗志正做发言人的内容 录音档不长 但罗志正的声音清晰可变 苏贞昌的声音则比较模糊 坊间就有人认为 这或许就是罗志正自己拿录音笔偷露的 每每选举临近 民进党政客的劣迹被人揭穿后 他们不是鞠躬下台 反而一脸无辜的将这些事情推为所谓的大陆戒选 好像这样就可以全身而退 难道披着绿色就是无敌的保护色 难道外语暧昧偷拍偷露也是绿色价值的一部分吗 拿大陆戒选当挡箭牌遮羞布的低劣手段 恐怕早已被台湾民众看破手脚 不再那么灵光了 所以拜托罗志正们 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吧 不要等到躲无可躲 才如同民进党高雄市民代赵天龄那样 不得不黯然离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